接下來第二種畫法其實類似 只是說我們不用偏移 但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第二種畫法一樣 先畫出外框 小老鼠100 然後呢 豆點 25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只要先畫出這個 這個矩形 那這個矩形怎麼畫出來 我們可以用矩形裡面 矩形 點一下矩形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追蹤到這一點 所以這邊會多一個叫TK的指令 TK就是追蹤 TKEnter Enter之後第一個追蹤點 我先給它在這裡 然後向右 10 所以向右你就先方向給它10Enter 然後再向上 也是要10 就追蹤到我們要的這一點有沒有 追蹤到我們要的這一點之後 馬上按Enter 就是這一點就是我要的 然後呢 距離多少呢 小老鼠75除以2 豆點 90除以4 就是剛剛我們算的 就一個 小格子 小矩形 好了以後的話 接下來 其他部分怎麼產生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正列 正列的部分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部分選取起來 按Enter 然後呢 籃數 列數幾個呢 橫向的 一二三四 四個 籃數幾個 兩籃啊 縱向嘛 要搞清楚 然後呢 距離的話是多少 列偏移 就選這一個 特別注意哦 列偏移 這個是列的偏移 那列偏移特別注意哦 是指的是什麼呢 上下的關係 這邊到這邊 行偏移就左右 所以選的方式特別注意哦 行選這邊到 這邊到這邊 其實也是一樣哦 這一次 這邊到這邊 列的話選左右 這邊到這邊 那這樣子按確定會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預覽一下好了 你會發現 可以 可是問題怎麼樣呢 中間間距沒有 那間距各為多少 5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個間距把它自動加多少 加5就好了 有沒有 37 42 中間我們自動幫他們偏移的距離 再增多一點 那它偏移的距離就會增加 有沒有 偏移增加之後 按確定 就好了 這個有沒有比較快 有吧 可是比較難 第一個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 我在裡面的部分 再畫一次給